中方的女青年 多娜和殷小翔 有请 这么多年了想不到我还可以遇到我的老搭档 小猪你好吗最近 喂喂喂 小猪 我自强 喂不要怕 Odi你做做你搭档的工作 好好好来我安抚他 从哪里来自哪里 我是来自连翁市葛家乡 金唐村 来自六年 现在有六年吗 六年 又搬到了柳洋 不然那个 姐妹几个是搬家公司的 说是河北的 武汉的 六年 我们来看看这个金堂村 离场上也不远 这是什么 茶园 这是我们村部一个 湖满金堂的石头 这个石头纵三吨 拍到飞碟了 UFO 那是我们这个大屏幕坏了 那你本身在村里 现在是做什么 主要从事协助书记 村长工作 然后还有组织青年工作 然后还有无线广播的工作 在哪里毕业 在湖南农业大学 什么专业 我是学动植物检疫专业的 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品种 对 我们是采用的生态养殖 鸡不软环境 然后猪肉品质也特别好 所以我们金堂村的猪 特别受欢迎 那它可以涨到多大呢 对 它可以涨到三四百斤 可以涨到三四百斤啊 哇塞 对 07年以前呢 它好像还是贫困村 对 而且是一个有挺严重污染的这么一个村 对 人均收入大概只有2100元 那后来全村就开展了很多很多 有关生态方面的一些改造 现在人均收入大概是多少 现在人均收入达到8100元 哇 这个是最多了不起啊 是 那现在我们村主要的一些经济作物啊 或者是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种是什么 我们主要是种植辣椒 哇 西瓜 然后还有一些娃娃菜 芋头 还有油茶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经常用这种野茶油啊 每天就涂在头发上面 哇 然后呢 然后他的头发 自然油亮亮的嘛 哇 金光船 你朋友应该是堵神嘛 哈哈 是最伤一样的 对 我们大家对这个小猪是特别有兴趣的啊 对啊 哎大家觉得可爱吗 现在有谁愿意上来摸一摸这个可爱的小猪 啊 那你来吧 哦 如果以后毕业了有机会到农村去做村